這是我們這門課的一張很重要的投影片 一個電腦系統 它基本上是包含軟體跟硬體 所謂硬體就是你摸得到的 所有人摸得到的、砸得爛的 軟體就是在裡面的層次 放在記憶體裡面的層次 所以一個電腦系統是包含最多部分 我們剛剛講說一個電腦系統可以把它分層次 每一種層次呢 所需要的技術是不一樣的 然後比較高的層次 應該是從比較低的層次 這些工作 來放它完成 所以最高的層次是application 所以你希望把這個電腦系統應用在 比如說我們應用在電動 對不對 我打 現在是有什麼 刺逼刺逼刺逼刀還是 然後你現在玩這個刺逼刺逼刀的電動玩具 那這個就是application 或者比如說現在softman 用outlooksoftman 那個本身就是一個application 我們叫做應用程式 看你應用在哪裡 或者比如說以後 你會用一些應用的軟體 來做 幫你解一個聯誼方程式 以後你到碩士班 去做研究 有人發覺說老師要你解的方程式 總共有100個人 裝程式聯誼寫 然後裡面有100個電數 你要去求這100個電數的人 位置數 所以你不要說 哎呀簡單 那我們高中學過高師消息法 然後學過科拉馬公司 對不對 要帶進去 到時候你要算100 省100的行列式 要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你就會用那個 專門解這種聯誼方程式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叫做application 好 這個籃子我們叫做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你怎麼寫 對不對 你要想辦法去把這個程式 寫出來 讓人家可以解這個聯誼方程式 好 那你可以說好 我用什麼方式 我用高速消息 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演算 好 那你也可以說 我用柯拉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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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也可以說 那你以後你還可以學到很多種方法 像牛座的法 或什麼 好 所以你要先找一個 演算法說 我做聯誼不一定要演算 好 好 那你只要你用柯拉馬公司的話 你就要 這個 要會算奇症 那不是奇症 黃AS 所以你要把黃AS 要知道什麼 他算奇症 好 或者你 你希望 我們剛剛講說柯拉馬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用什麼 高速消息 也可以用什麼 環體症的方法 AX0E 你要解AX 那AX等於A的環體症這張B 對不對 這至少有三種方法 那你假如要用環體症的話 你要知道說環體症的方法 很窮 對不對 好 這就是你的環體症 那這以後 你要是把一種方法 比較去分析 每一種方法 它的速度 它速度是快的 的話 每一種方法 它需要消耗的記憶體是多很少 所以它平等化 然後它每一種 它的速度是多快 所以你要去取一個 平均點 對不對 你的速度快半跟記憶體是要的多少 就關係到價格 對不對 所以你看各位 為什麼你每一個人都買兩批 對不對 畢竟應該是比較亂的 對不對 我們電腦公司有超級電腦 好 那也快很多 那你說奇怪 老實說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買一部超級電腦 價格 對不對 我們超級電腦兩千萬 前 前 兩個月以前我才去 當全革委員 先給我 兩千萬 那現在已經變成價格比較便宜 以前都是要上衣 所以一台超級電腦上衣 那你叫我們每一個人 去買一台幾千萬的電腦 就為了做多焰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買PC 而且每一個大部分人都買PC 你大概很少人買一個鎖定電腦 鎖定電腦 鎖定電腦就是比較貴 對不對 所以你的爆發 就會跟你研究 雖然鎖定電腦比較方便 但是啊 小朋友啊 你這樣子多刮我兩萬塊 鎖定電腦大概好的 像我們實驗室大概都是買五萬塊 那你現在PC 比較 大概有時候兩萬多塊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在這個 速度跟價格這邊 先取一個平台 那這個演算法也是一樣 你演算法快 你做出來就好 所以當你一個人運用程式 你要在哪一個方便的應用 你必須說你要採取用什麼樣的效果 比如你現在選擇高速度效規法 我要用高速度效規法來求提 那我現在用什麼language 我這個高速就像這個 讓它寫出來 這個層次把它寫出來 那我可以用西加教 我也可以用西 也可以用亂用 我也可以用交控 diaphrag有選過交控 也可以跟你們出版 各種語言一直追 都有高粘的語 甚至你也可以選擇比較低階的分明 所以我會用這種我選擇的語言 把它寫出來 這個語言電腦看不懂 電腦它不會直 因為電腦只看得懂它的語言 它的語言叫什麼語言 叫做機器語言 那這種語言是什麼 我們人看得懂的語言 那這種我們人看得懂的語言 繼續看不懂 但是對我們來講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看得懂的語言 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就比較不會錯 對不對 假如你每次都寫的一零一零一零那些東西 你看不懂嗎 那是很容易出錯 你再把一個零寫成一個一 這個層次不一樣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用高低音語言寫出來一個層次 那你可以決定說 你就跟著我 它寫完了以後 它們必須要把它翻譯成機器裡 這樣 那這個機器呢 每一種機器呢 它們不認得它自己的機器 它的机器语言就跟网络罗拉的不一样 所以你要把它关于成每一个机器自己的机器语言 那这些机器语言 它都有规定或几个指令 比如这个机器我提供200种指令 那你只要用这200种指令去组合 去组合哦 这时候200种 你把它组合 你就可以去做任何理想要做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写了一个陈诗 比如你可能写出来是10万毫 10万毫哦 但是呢 我这个机器我只提供200种 指令 机器语言的指令 那你那10万毫 你到来就分 把它换一层 这200种指令的指令 所以你怎么样去设计 这个机器里的指令 你到底要设定200种 你就要考虑说 是不是完整 比如说你提供这200个指令 哇 有些动作你不能做哦 那谁会买你这个机器 不会吧 所以有些机器 有些机器他会说 我提供400种指令 那虽然200种指令就够了 但是我提供400种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你的弹性比较大 那这样子过两次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比方 好 等到我这些机器语言 机器指令 定出来以后 那我怎么要去实行这些机器 机器里面的指令 所以我必须去设计 我们叫做MicroArchitect 好 你同样的提供200种指令 我要去实行你这200种指令 可以用不同的MicroArchitect 叫做我们去 比如说我现在 呃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大力 你跟一个柜台小姐讲说 我要这个手表 好 同样的 同样这个指令 我要这个手表 好 那这个柜台小姐 怎么样去把 这一款的手表 拿出来给你 跟你去大 跟一个柜台小姐说 我要这个手表 怎么 他一个人去拿这个手表出来 这两个程序是不一样的 可以吗 好 那你就把它拖到网站上面 好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上课的话 就换到60.19 就六楼 60.19 可以换 好 我们会在网站上面 公布 那一个标志基本上 可以提供 大概120个 有一个标志基本上 那这个我们叫micrologic 比如说大力的那个小姐 他要拿那个手表给你 他给你直接就拿走 把你那个玻璃柜底下的那个手表给你 那你还是拿到手表 对不对 那大宗的小姐呢 可能是后面的仓库 去拿一个库存的手表 他那个玻璃柜底下的手表 是暂时用 不能给顾客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顾客来讲 我的事情都做了 我都拿到手表 那至于说 你到底是拿柜台 玻璃柜底下的手表给我 还是拿库存的手表给我 但是你大宗跟大力的事情 跟我要辞强这件工作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叫做Micro-Architecture 那这电脑也是这样 你要执行这个指令 各位有没有 可能有些人对电脑比较少 你如果知道有一个字叫CAT C-A-C-H-E 你这个电脑里面有没有CAT 跟我执行速度是有关系的 但是跟执行突然结果没有 或是意样说执行突然结果都错了 但是你加了CAT 跟没人加了CAT 速度就不一样 加了CAT 速度就比较快 那速度比较快 什么呀 钱要执行 这个电脑比较贵 所以在这边 电脑贵有或不贵 这个地方 差别人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 去执行这些指令 你要加哪一些 使用者看不到的东西 去交换你这个电脑 不是增加电脑 我这个电脑大家都跟你讲 只是速度 所以这边我们叫做Performance 跟Cost 你的Performance 效应跟你的教育 你要做一个比较 像我条PC 他一定要用一个比较便宜的 这种 架作 去做PC 这样架作 那像那条是超级电脑 那里面就架了一大堆 架快速度的东西 那个使用者看不到 那真是不过理 讲缺话 直接直接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Micrology 那当你觉得这种Micrology 你只是说我要再加Cash 或者我们再加了什么东西 甚至有些人 那个机体 不只加一级 中间加了两级三级 那这边都知道 好 但是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架构 到后来都是要用电子电脑 你只用PC型电脑 就是电子电脑 所以我要用什么样的电子电脑 比如说一个加暴器 我做一个加暴器 那我要光是加暴器 用电子电脑 就要好几种 那我要选择哪一种 那你选择哪一种 就跟价格有 好 那我选择哪一种电子电路 把它做出来 诶 我还用什么材料 怎么做 你知道 我要用什么材料 怎么做 我是要用Diphora的材料拿出来 那Diphora材料又有多种 所以我们电子组的老师 他们就是在做出来 所以你要用哪一种材料 每个材料做出来 它的速度 的快换速度 还有呢 我是要用Diphora用CMOS 还是我要用PMOS NMOS 真的是都可以让你做 每个材料做出来 每个材料做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人 当你设计一个电脑系统 当你要执行一个应用沉思 事实上这个应用沉思 是要由这个演算法把它做出来 这演算法要是用沉思 怎么 把它做出来 这个沉思 你要把它变成是机器语言 那就可以执行你这个沉思 这些机器语言 要用这样的架构 去把它做出来 这样的架构 必须要用这样的电脑系统 把它做出来 这个电脑系统 必须要用这些采样 它整个都会倒 所以你认为说 真正你这个应用沉思 事实上是 这些毛巾 怎么样 这样的各位 你说 我这些毛巾 800公尺 你以为你真的 就可以跑跑了 是不是 你一牵得到后面 你所有细胞都会倒 对不对 你必须那些细胞配合你 才可以去去去倒 这边可以倒到800公尺 那些细胞怎么样倒 它需要能量 所以你必须要喝水 你必须要吃东西 要整个设定 对不对 好 所有之间就牵涉到这个 我们最下层 材料 好 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起化前变化 看看这些东西在最下层 好 然后到后来 好 你进口包的电脑 这最重要 好 好 那我们整个的电脑 整个应用器 那事实上 就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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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个人呢 你可以跟他去理解 每个人呢 每个人提早 会被电脑打掉的效果 好 那你呢 做不可以 所以我们电脑脚要老师 他不会去在意 说 你设计后的设计 是哪一种设计 那他没关系 好 我主要是说 我要用哪一种材料 去让 电路 扣 不管哪一种电路 我都会让他扣 所以我就专门做材料 好 那有一种人是专门设计 那个 电子电路 所以像我们 我刚刚讲 我们的电子组 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 电机已经分成七个组 好 那这个材料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电子 就是脚 脚椅 脚椅 垫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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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 那每一种楼梯垫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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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對於電腦的位置 對Quart 他們以Quart的話就是 成分丟高 以ShopG Set要怎麼去設計 這些機器也只能要怎麼去設計 它才會完整 成分去重複 還有等等等等這些 這些東西 我們的計算基礎 就是平均 再上來Language Language 這也是我們給他們 再來演算法 額?也是佑谷的奉ger 有啦 演算法 它演算法宿主要是什麼 比如你現在應用 是電波組的應用 你在電波組的演算法 怎麼不會 或是部分 要做一個應用程式 比如有NP3 你要設定一個NP3的系 那你需要 這就不是電線 就是它、通信 風電軸裡面有所謂數位kung 因為你音驗成一種數位 數位我們 我的耳朵盤 那個照片是 clue 後便會-JPG 有沒有 那就是你的照片拍起來 他利用一種數位線號的一種結算 叫JPEG 一個國際的報酬 他壓縮 那個檔邊就叫JPEG 那個就跟通訊主人 所以你看 你假如要做電波主人運用時 那你不要這樣 你只要通訊主人 那你不要轉訊主人 那控制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些電腦 我們需要有輸出輸出 你只能去控制那個電源 你只能去控制那個磁碟機的轉輸 看它越快越活 這是屬於我們的控制部 控制我們有一個儀主 控制 好 再來我們夾、儀、扁 都介紹過了 所謂 電腦主 就是我們的電腦 所以上去不需要電嗎 什麼 所以你怎麼樣提供電腦 我電腦的電腦 所以我們電腦 好 這樣我們電腦 夾、儀、扁、電腦 不就是我們電腦 好 那我剛剛講 電腦有什麼天 現在我們電腦是不是有無線充電 好 因為可以無線上 那無線上 那無線上 為什麼沒有無線上 就是因為你沒有前線 好 就是接中 好 所以線號 好 這就是我們騙波 好 再來 擠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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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個錯誤 你跟電腦傳送過程會錯誤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錯誤怎麼樣做修的 怎麼樣 蹬擠 它會比較有效率 可能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公園 可以先做一個頻寬 這個什麼 然後你去買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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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一組都把他背起來 這個沒有什麼好意外 因為我在五六年以前 我是電視器人 每一天都要去電視這個家族 所以雖然是把他背起來 每天要去開會 開會要申請 每一組要申請這麼早 嚴惹啊,大廳固先生要這麼早 研究座師班要這麼早 然後人家來參觀 我們要跟人家介紹我們每一組在幹什麼 所以這樣做什麼 那你這樣做久了你也會跟我一樣 背起來 所以你看我們整個 電腦系統 從家裡整個母親跟七個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能夠做什麼事情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你就去講那一組學校 這是你可以說 我希望寫到很多主題 那你就一挑那些主題 所以我們一個電腦系統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分做各種不同的層次 那在最上面這個層次 你一定要由下面這個層次去執行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樣把這個應用層次 把它用演算法把它寫出來 這個我們叫做城市 城坡面積 城坡面積是轉換的意思 我把這個層次轉換到下一個層次 那由下一個層次的工作做完了 就像有上面這個層次做 所以我們叫城市 所以你如果把上面那層次的工作 轉換成下一層次的工作 那下一層次工作做完了 就像上一層次的工作 好 好 所以每一層呢 我們就叫做什麼 那每一層呢 每一層呢 我們叫做一個Layer 的 Abstraction 這個是一個Layer的 Abstraction 這個是下一個Layer 下一個Layer 下一個Layer 那每一個上面的Layer 都必須由下面的Layer 所以我們就要把上面一層的工作去 所以我們就要把上面一層的工作去 所以放我們到下面 這樣比如說我們這邊 這邊我們事實上是一個 是指釀對不對 機器人員的指釀 那他怎麼 怎麼指釀 他要靠電子電路去幫他指釀 好 他要靠電子電路去幫他指釀 叫做我們說 欸我下一個Layer 你去跑八百公尺 那你是靠誰指釀 靠你身體上的肌肉細胞 對 所以 你必須要到最後 交給這些程式 程式去幫你指釀 好 好 那任何一個電腦系統 好 美音的電腦系統 不管是大還是小 只要它有足夠的時間 還有主要它有足夠的記憶體 他做出來把它進入了一個電腦 就比如說你的PC 跟你的手機電腦 跟我們的超級電腦 看 máquinas 跟腦黑師 건데 怎麼可以 我剛剛講 我們有一個前化檢點 你要足夠的時間跟剔 比如說超級電腦上比較快 ある 如果你再擇一個 層次 超級電腦可能2個小時 Holocaust 但是你的PC可能要時間兩百個小時 所以你就要給你的PC兩百個小時 你不能說我大概兩個小時還做 那我上來我的PC做不出來 因為我的比較大 所以你要做足夠的時間 你兩個小時可以做出來 我兩百個小時做不出來 只要我足夠的時間 我做出來答案一定跟你做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要足夠的時間 第二個要足夠的沒 你超級電腦做不出來 就現實來講 實際上來講 它做不到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超級電腦 它那邊有沒有比較大 所以我可以代表一個整數 比如我用 128個胃炎 才代表一個整數 那我們的PC可能只用32個胃炎 代表一個整數 那它是不是準間度 100%滑入胃炎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 我們幾個医生 比如說你現在 三分之一 腳力的記憶體比較大的話 我可以用0.333334 那代表三分之一 腳力的記憶體比較小 你三分之一用0.4和正 對不對 你說哪個比較準 當然這個 那這個比較準 為什麼這個比較準 因為你記憶體這麼大 所以你可以 用 1234566 這有效位置 代表三分之一 可能 那我的記憶體比較小 所以我只能用一位整數來看 所以當然你超級電腦 換狀況 但是這個並不是說 因為你的電腦 理論比較好 所以做得比較準 或是 可能是因為你的記憶體 那你記憶體比較多要怎麼辦 全部都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假如你有足夠的時間跟記憶體 跟 那麼所有的電腦 它做出來的東西 你怎麼樣 假如不一樣 像是因為你考慮到價格 考慮到 這個速度 考慮到沒有 你才讓它 算出來有點不一樣 否則 理論上 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樣 這樣讓所謂的電腦 它做出來的東西 都一樣 這是牽涉到 Turing的速度 就在1937年 有一個英國人叫Turing Alan Turing 那時候 他就已經把計算機的 所有理論的基礎 都已經放進去 所以他那時候發表一個 叫做Turing的力量 好 現在有一個電腦接 最高的能力 最高的腳 就是Turing的腳 就是Turing的腳 這相當於電腦 墨廢所 所以要得到這個腳 在全世界電腦 方便非常有足足的感覺 叫Turing的握 好 那他在1937年 他就說 我可以對於任何一件 工作 我可以設計出一個促鞋模型 來執行 他在一起三線 所以比如說你現在做 叫做A跟B 這兩個塑膠標準 然後我可以設計一個 一個Turing machine 甚至我可以用機器 機械來做 這就可以用電子做 那時候根本沒有所謂電子 我就用機械做 所以像我們的 算盤 就是一種做 我可以幫你做 算盤 算盤 加盤 好 如果你要做一個 一件工作 我可以設計一個 Turing machine 幫你做這個 你要做成法 我可以做 車丁的Turing machine 幫你做成法 好 可以像你看我們的 這個 重 你就可以做 加碼 做冷卦 但是 那個什麼 特殊的一個工具 對不對 你叫他送 送Email 他只會做 對不對 他只會做加碼 好 他說一下 好 沒關係 你每一件工作 我都可以設計一個 特殊的機器 來幫你 來真正工作 那這個當然不激情 對不對 比較細心的說 好 我可以設計一個 有你或是說 Turing machine 來幫你做 任何你想要做的工作 那這個Turing machine 這個有你或是說 Turing machine 只要你預備了哪些條件 他就有哪些條件 接住 好 那其中一個 那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說 你可以去Program 我這個武器 方向我提供一些 基本的 很基礎 很硬算 的動作 然後你就去 沉思 沉思化 比如說 你現在做交往 你就選一個沉思 到我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我這個機器的時候 直接給我沉思 我就可以幫你做 然後你只要做沉法 你就做一個沉法的沉思 寫一個沉法的沉思 放到你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我這個機器 直接做沉思 我就可以做沉思 你要叫我送E-mail 好 你就寫一個送E-mail的沉思 放在這個機器裡面 那我直接做沉思 我就可以幫你送E-mail 你要把電動玩具 刺批之段 好 你就寫一個刺批之段的沉思 在我這個機器裡面 我直接做沉思 我就可以幫他看 給你把電動玩具 等等 然後 那時候就提出這個問題 好 那條件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電腦 都是根據他的引文 好 我現在是第一個電腦 我只要把主理提出來的這條件 那麼我就是一個 Universal 通人文件 所以你不管做什麼工作 我都可以做 我只要把他進來 這個就是我近代的 電腦 也就是最基本的 的一個協助 那現在我們 所有的電腦都可以 都是通人文件 好 我講這一個 主要簡單的 一個概念 真正什麼叫通人文件 什麼叫禮物說通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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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行銷上 他們會開這個課 怎麼就會進去 壽司班 有一本課 他就會進到什麼叫禮物說通人文件 全部都書籍 好 好 好 那我們主要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 你各位看到這條一條電腦 那基本上 都是一個通人文件 那什麼事情他都可以做 他做出來 假如 基本上 主要的時間 跟面我們 每一盤 很棒的結構得 both.. 假如你現在 做 acoust的結果 跟超級登場不太一樣 它是因為你的面 Bible 而不要那把 所以用地把它 2018樓 ora 代表 available 極勇 こんな 那 estoy 看 us 所以我們就理論來講的話 一個電腦可以做任何事情 做法都一樣 只要你給它足夠的時間 但是實際上它不舒服 因為實際上你要考慮到這些的價格 我要讓你跟超級電腦一樣 你每一個人就要花2000萬 海運氣管你們就來PC 所以教員他們不允許 不允許我當然知道 講滿聽一點就偷工就不要 人整折手 他說你的PC做什麼都很難 然後你做過的時間動作比較長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考慮 炮 冷缺設備比電腦的主機還要好 因為它那個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消耗熱量很大 你假如說把那個冷氣把它關掉 它一下子就燒掉 開電腦一下子就燒掉 但是你的PC不會 你教練也不用開冷氣 對不對 然後你每天晚上就講 開電腦先燒 它不會燒掉 為什麼 因為它消耗的功力很小 那通常 速度跟消耗的功力就是 所以你速度越快 消耗的功力越大 所以應該可以學到電子 反菠蘭的材料一定比Cmol快 但是它消耗熱量比Cmol大 好 所以你要考慮一下 所以你假如說 今天假如說 有一個人說 欸毛毛同學啊 我送你一台 超級電腦不好 這樣你寫作業比較快 你千萬不要答應 雖然你賺了兩千萬 你說 你賺了兩千萬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要上這台超級電腦工作 對不對 你要幫他工作的話 第一個 你要找一個房間怎麼辦 你那種冷氣設備 這次來不只是冷氣喔 你要用那個泡 那個水流 要用那個水進去冷卻 好像有一些 那些國家的超級電腦 那種液態大 把液態大進去 那個冷天速度很快 因為它都是零下 一兩百度 進去洗碗座 你才對他那種電腦比較超級電腦 所以今天給你一台超級電腦 你不要高興 否則你原電不燒壞 你不可能去維護電腦 對不對 這好像我們講說 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哇 假如我們有航空母艦多少 你知道維護一艘航空母艦 需要多大的財力 對不對 因為航空母艦上內的 光是消耗的燃料 等於這些成本 那數量有多少 好 這樣找一找 所以我為什麼要是 哎呀我不要 即使你要送完公主艦 所以我也不敢要 我裡面還有一些比較小 好 好 這是同樣的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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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他在執行工作 都是 從上面那個 那個 他一直做 把工作交給下一場做 好 然後你最後 最下面那一場 把它執行 所以你會要做 Transformation Between 你要從 最上面那個 然後Transform 到Algorithm Algorithm 再Transform 到Language 這就能夠 好 好 那你會覺得說 哎 那怎麼樣做Transform 比如說你現在 從Language 到 從這裡 你寫要一個程式 怎麼樣可以 所以就會有人幫你寫 啃拍的 什麼 編編 叫編編 你只要 跑這個啃拍的 這個軟體 他就會把你寫的 這個程式 自動把它翻一層 激去你的 所以這個 這個之間的選擇 我可以講 就是那個軟體 啃拍的 幫你做 所以不是沒有做 不是有做 只是不必要你自己做 好 然後從這邊 怎麼轉換成MicroID 這個電腦本身會做 好 然後這個MicroID的 怎麼變成Socket 這個電腦本身也會做 他會轉身一大堆空中間嗎 其實就好這些電路 那這些電路 那這電路怎麼要做 你給它電壓 好 它自然是會產生電流 在那邊 產生適當的電流 好 所以它自動就通通都會做 但是你事先都要把這些東西都設計好 他工作要做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把我們剛剛的那些類 再不許一遍 那當你有一個問題 你還是解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經過 這個圓狀 這馬上你用什麼方法 來解決我這個問題 我是要高師交替 我還是要用克拉馬公司 也是我要用這個環節症的方法 好 當我選擇了其中某一個方法以後 我就要用language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對不對 好 當我把這個程式寫出來以後 我來挖這個是高階隱形的程式 所以我必須把它轉換成 Structing Set I-E-V 那這個必須要用一個Compile 或者Interpret 以後你們只要學到加碼 加碼它本身 基本上就是一個Interpret 那這兩個之間是什麼不一樣 以後你們大概這樣 到達大室 我不曉得 電機講課就沒有開 有些人看到Compile 就會想說 好 好 然後呢 你從這個機器以言 它是會執行 它是會執行 它是會利用這個Micro-Architect的機器 直接給你們這個機器以言 好 那這Micro-Architect真正是由邏輯電路法 這邏輯電路真正是一些材料 好 好 這個東西先進去 這個進去 所以整個 這個事情完了以後 這個就是事情 這個事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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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事情完了 這個事情完了 這個事情完了 這個事情 有問題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在 每一個步驟 這邊再列出來 第一個就是 瓜子 就是理藥姐姐的問題 對不對 那理藥姐姐的問題 通常 就是用 八角 比如說 你去跑八百公尺 或者那個總經理說 明天要跟財心店確定 對不對 用自然語言交代 這個自然語言交代 這個自然語言裡面 有很多不明確的東西 所以你就要去請教總經理 總經理你講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這個意思 等等等等 好 所以比如說有一個人要請你 設計一個層次 對 比如說 誒 你幫我設計個網頁 這就是一件工作 但是這句話 並不能讓你去設計網頁 你要去跟他一直接觸 到底你要設計什麼樣子 你希望怎麼可能是 你希望 等等等等 對不對 這個規格要變成 所以這個設計者 要去跟 這個 下這個 要求要 你要做這些工作的人 要去做互動 到底你希望的規格是什麼 所以你把這個規格知道了以後 你要去想辦法 怎麼樣去把這個 這個 這個 演算法 設計出來 去滿足 這個人 主要的規格 好 好 那這個演算法 你就是一步一步 很明確 第一步要做什麼 要怎麼方法做 第二步要做什麼 要怎麼方法做 全部都寫錯 好 那這個演算法 你一定要非常明確 關鍵的 我不知道在哪幹什麼 第二 你一定要 finance 好 所以關鍵的 就是說這個 社群工作在 有限的時間 可以做完 好 而且是越快越 effective 越越快越 對 你不能說 你進到一個工作是 我 永遠做不完 那這永遠做不完 工作有時候跟沒做是一樣 對不對 比如說 你叫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說 欸 方法同學啊 你去幫我 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把最小的整數 找出來 這個你不要做 對不對 其實這個案子是 一千萬台幣 你也不要去標決案 為什麼 這做不出來 對不對 什麼現在最小的整數 你有辦法解決一個層次 你有沒有辦法叫一個人 給你一個方法 說 把最小整數取出來 取不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數學裡面知道 假如 A是最小整數 你把A-E 你就比這個數 比A還少 對不對 所以一字減一字減一 你有沒有解決不完啊 所以你找不到一個最小整數 我說理論上 那就是電腦來講 它有最小整數 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 你的是一百二十八的胃炎 那你最小 就只能代表到一個數 但是理論上來講 你是找不到最小整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它就不是一個 Finaliness的問題 你不管花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你都找不到最小整數 對不對 好 所以 當你要提出來這個演唱法 你一定要記住 你這個演唱法 一定要有限時間化 好 好 再來你就是寫程式 對不對 你是把你剛剛的這些方法 一步一步的 用電腦的Language COC交交法寫出來 那 這個Language 你可以是COC交交 你也可以是Supply 好 比較Low Level 也可以比較High Level 好 好 再來呢 你把這個Language 你再把它變成 機器語言 好 那這個機器語言 就是 喔 電腦真的可以自己 電腦只看得懂 這個 看不懂可以 好 好 當你把它翻成這種 機器語言的時候 你必須要告訴他說 欸 電腦 我這個資料是整數的 還是實數 所以你這個 是整數還是實數 好 好 然後我用了這一個 我要去記憶體裡面 抓資料 我要用什麼方法抓 你知道嗎 他講很清楚 因為這個所有的 機器語言的格式 好 他每一個子電話 反正就是 你這個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你去記憶體裡面 抓 要用什麼方法抓 這個文句個人 確實 好 好 再下來 就是要用MicroArchism 好 你弄吧 就是那些機器語言的指令 然後你覺得 用什麼樣的 這個 電腦的叫做 讓它加Catch 會有裡面的很偷氣 跟叫機格 如果有交這些東西 你不會也想到 效果 跟效益 他們不會也想到 我覺得 好 所以 這個 電腦 的 那種 我們叫做 膠體 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 你有沒有看過 你的 從以前的Pandium 2 現在升格到Pandium 3 現在升格到Pandium 4 對不對 每一個 它是這個 差不多都一樣 但是教育的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 你都看到說 這個Catch Rate 由原來是200Mb 現在是400Mb 現在變成音機感 這個 這個速度 所以速度跟價格 有什麼 好 所以 不同的Microid 可以 它的速度跟價格 就不一樣 在你所接觸的 好 然後 再來Logic Surface 設計 設計 各種不同的Mb 比如說交往 我設計一個交往器 我就可以用不同的交往器 好 那速度就不一樣 它有交往器 然後再來Revise 我要用 方式 好 要怎麼樣加量 這個資訊 去把它圍在這邊 從這邊 有一個比較細的 這個平衡 我現在要解釋 電力光成熟 那我是要用 高寫的Information Nacop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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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選擇 高寫的Information 我到底要用 水平的 用脫管指數 那我在脫管指數 那我在脫管指數 以後 我要用 哪一種 Microbiology 到敫管的 底部 我特地要 Information 超-Value 還要跟 這樣 這些 好 我還要用 那個 Mbiology 標準 是 Tent-2 還是Tent-3 都連動 這也是 很好 就是機器米的 枕邊 只是 結構 所以 同樣的一個 这个程式你可以在这边 你不要再拒拔 因为它机体有的 然后当你用FIDM3 所以来做的话 它在比较好的一点螺际建筑 你要加把器 你要用飞风Carray Ender 来做Carray Ender 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架级的 爱吃得到 所以我们的2SG 有一个课 这个螺际设计 这个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在 各种不同的功能 你要用设计型的 它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它的速度跟降低 好 当我解决说 我用Carray Ender 那我到底要用Carray Ender 用Carray Ender 这些材料 它们还有这些 你要选择 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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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所以 所以 当你整个大级四年 你就学到的 多多 在这些东西有这些 我们本课 可能是特色 对 比如你现在电子学 你会学到 这里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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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第一张 第一张 首先 它的练习 128 128 128 122 好 正在 我用我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好 一张照片 下面一张 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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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